各位记者小姐先生大家好 接着这个机会跟各位报告 我们国科会如何再精进高阶人才的一个培育 国科会对于人才的培育 有一个全阶段的一个布局 从如何引导高中生 国中生 小学生 对于科学产生好奇 以及探索的心 我们透过科普教育来引导他们 同时因为科研最主要是追求卓越 因此国科会也有一系列卓越的相关的计划 来支持我们优秀的学者继续来追求卓越 另外各位也知道 学术研究如何转易成产业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国科会对于有志于投入新创事业这一部分 也有一系列的商业发展以及创业预成的计划 来协助我们的科研人才 而这一系列的做法 我们都是采跨部会合作的方式在办理 下一页 基础研究是需要长期的经营 因此对于经费的投入 我们是着重在于稳定成长 所以各位记者从这个图可以看到 从109年开始 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 事实上是呈现非常稳定的成长 尤其是今年相对于112年是成长了10.9% 达到了364.5亿元 下一页 在这样子的一个预算规模之下 我们往前看 我们在人才培育 提出了三大精进的措施 这三项包括了激励 优秀的研究人员 助攻博士 以及友善科研环境 在激励优秀研究人员这部分 我们调升的计划主持人的主持费 提高到2万元 至于一系列的科研的奖项的奖金 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整 例如总统科学奖 由200万调升到300万 新政院杰出科技贡献奖 由100万调升到200万 国科会的杰出研究奖 从90万提高到150万 以及五大有奖 从30万提高到60万 另外也针对 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的研究助理的费用 也随着薪资的调整 我们调整了4%下一页 而在助攻博士这部分 我们加码15.1亿元 用于推动四项措施 第一个是提供更优渥的奖学金给我们的博士生 第二个是提高博士生研究助理的费用 第三个是鼓励博士生到海外进行研究以及探索 第四个则是增加博士后的名额 下一页 而在友善科研环境这部分 也特别跟记者先生小姐们报告 我们强化运用我们的女力的资源 因为有很多女力的科研资源 事实上是非常珍贵的 但是基于一些客观的因素 所以我们提供了一些特别的一些协助 例如如何协助女性回归到科研的场域 例如在生育期间如何来协助有小孩子负担的 怎么样子让他们在科研的过程之中 一样可以顺利的进行 另外如何鼓励我们的年轻的女性高中生 来探索我们的科研 就这一部分我们也特别提出了 这个寻找自然女结石的一个program 以上再要试着跟各位记者说明 国客会在人才培育的努力 以上报告